哈喽大家好,关注我的小伙伴,可能知道在之前讲完爱人相关的兵种版点之后,我最近的三期视频都在继续讲混沌勇士的相关内容,但总是讲这些可能显得有些单调,所以在今天这部视频当中,我们就换一个话题,来聊背景当中,在帝国这边扮演重要角色。 那关于这个话题,目前我打算是做一个系统的盘点,就是分三期视频来对背景当中帝国的众多骑士团做一轮盘点梳理。那在此之后,对于这其中几个著名的骑士团,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再做单独的介绍。那首先,在今天这部视频当中,我就先介绍一些帝国骑士团的总体设定特点以及相关的分类。 那和现实当中,欧洲中史级的设定类似,旗幻战锤当中的帝国骑士也主要是由帝国的贵族构成,因为毕竟一套重型护甲,一把精良的武器,加上一匹强壮的战马,也是帝国的一般普通民众无法承担的。 当然这其中也有例外,就是帝国平民出身的高级步兵,巨剑士,有的则是能够凭借在战斗当中的英勇表现,建立军功,从而获得晋升为贵族的机会,加入到某一个骑士团。 那在帝国骑士团的编制方面,虽然大部分帝国骑士团都与帝国皇帝或者是各个行程的选帝侯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他们并不属于帝国的常备军或者是常规军队。 那在背景当中,帝国的各个骑士团都是独立运作,独立招募和进行相关的活动。 那当然这其中比较特殊的就是我们熟悉的瑞克亲卫。 那作为帝国当中最有政治色彩的骑士团,瑞克亲卫最初就是由第一任瑞克领皇帝威廉三世组建。 那主要的职责就是保护帝国皇帝的安全,那因此在规律上这支骑士团其实就是类似于帝国的进军。 那并且瑞克亲卫的大团长就是瑞克元帅,在管理瑞克亲卫内部事务的同时,还负责统领帝国的全部进军。 因此瑞克亲卫其实应该算是帝国的常备军队。 那另外加入骑士团对于帝国的贵族死地而言,就是不仅要放弃他们原先的爵位、分地以及继承权,而且还要通过前期相应的资格审查。 那比如上面我们提到的瑞克亲卫的选拔招募,那首先散选者就要证明他对帝国皇帝的绝对忠诚。 并且候选者的战斗能力必须通过瑞克元帅的亲自验证。 那再比如如果要加入西格玛之学骑士团的话,那候选者必须要在西格玛教会学习一年的神学之后,得到教会神职人员的认可。 那在接下来加入到相应的骑士团之后,一般帝国的骑士团在内部也有相应的等级制度,那从下到上,意思是从初学者到正式的骑士,那再到后来如果一名骑士能够经受住多次实战的考验,成为经验丰富的老兵,那么他就有机会可以晋升为这个骑士团的核心骑士。 那当然位于骑士团顶层的则是他们最高的领袖,骑士团的大团长Guand Master。 那同时在背景当中,很多帝国骑士团的大团长也是分有传奇色彩的角色。 比如我们上面提到的瑞克近卫现任的大团长,一般称之为瑞克元帅,就是库特尔·哈尔伯格,那这位角色也是目前全战战术还没有为帝国引进的传奇角色之一。 那另外我在之前的视频当中也提到过绿皮兽人传奇战将阿斯汉·图灭者在背景当中,最终就是在帝国历的2515年,被猎豹骑士团的现任大团长沃纳·冯·克里格斯特塔斩杀。 而在历史当中,在帝国历的2025年,当时大局入侵帝国的西约鬼传奇领主弗拉德·冯·卡斯坦因,最初就是在进攻米登海姆的时候,被当时的白狼骑士团大团长克鲁格击杀。 那另外,关于骑士团的大团长在之前讲米登领的兵种的视频当中,我也提到过在桌面上之类的角色是作为帝国的一种普通领主。 因此我个人猜测,未来如果塞在全战战术的领主包当中引进瑞克元帅·库特·海伯格,那么帝国的骑士团大团长也很有可能会作为一种新增的普通帝国领主出现。 那当然不同的帝国骑士团在规模战斗特点以及信仰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不同,因此这也是帝国骑士团大团长这种领主的属性不好界定的地方。 那在数量和规模方面,帝国当中是存在大大小小的数量繁多的骑士团,那最小的几乎就是两三位骑士就能组成一个骑士团,而最大的骑士团则会由上千人组成。 但其实很多小型的骑士团都是从大型骑士团分离出来,或者是附属于某一个大型的骑士团。 那就比如塔拉贝克岭的绿叶骑士团当年就是为了适应丛林战斗而从艳阳骑士团分离出来的一只小型骑士团。 而在背景当中,帝国规模最大的三大骑士团则是白狼骑士团、猎豹骑士团以及目前已经加入到军战战船当中的艳阳骑士团。 当然,对于帝国的骑士团最普遍的划分则是根据他们有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或者是归属,而分成世俗骑士团和圣唐骑士团,或者称之为圣旨骑士团。 那其中世俗骑士团就是没有明确信仰的神灵,也不属于任何教会或者是统治机构。 那这其中的代表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猎豹骑士团。 那另外在背景当中,属于这类骑士团的还有断剑骑士团以及黑熊骑士团等等。 那当然这类没有明确归属的骑士团在帝国当中还是算少数的,而在帝国当中活跃的大部分骑士团还是属于圣唐骑士团。 那就比如目前已经引入到群战战锤当中的全部帝国骑士团,其实都属于这类。 那其中瑞克经卫自然就是归属于帝国皇帝,而艳阳骑士团则是归属于信仰战争与谋略女神的米尔米迪亚教会。 另外恒光骑士团则是信仰知识学习与公平正义的女神维利娜。 那当然圣唐骑士团最多的教会还是帝国的国教,也就是西格玛神教。 那例如这其中就由西格玛大神官的护卫队赤焰之星骑士团,负责保护西格玛大教堂的施救骑士团,以及我在之前讲艾察恩的时候提到过的双尾彗星骑士团等等。 那对于这两大类当中具体的骑士团,那在这里我就不再做进一步的介绍了,在之后我会分两期视频,分别盘点介绍这其中的主要骑士团。 那好了,今天的这部视频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欢迎关注赞连或者是打赏支持。 那感谢大家的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